因为这个棋呢我们昨天刚下过一盘 一模一样 哎呦感谢啊 感谢用户3789送到保时捷啊 感谢大哥的支持啊 这是咱们新兰的朋友吗 点进去啊 炮花瓶酒 G203 炮酒退一 然后五六炮 我们这个五六炮阵型相比起五七炮就稳健很多 它的稳健稳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三楼马 有这个六楼炮暗中保护 第二个呢 我的左马可以正起 是不是 将来马七进六 这个五七炮呢 左马就正起不了 是不是 将来得跳边马 所以说五六炮啊 相对来说比五七炮要稳健一些 八三退伍 这就是其中的一招啊 这一招呢也算是正确下法 另外呢 黑棋还有两步棋也是正招 G1平二 G8进五 这两步棋都是可以的 G1平二这步棋呢 就是说可以提前平炮 把我的G封住 这也是五六炮的一个问题所在 感谢啊 感谢绑一的大哥啊 感谢大哥的支持啊 是不是 这个G封住之后不好出 你就横着出吧 没有攻击位置 直着出吧 也被人家控制了 是不是 将来呢 再不是打G 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还有一种思路什么呢 进到齐和线 是兵 这样的话呢 可以转红帮一个兵 即使红旗这个G出去了 那么黑帮这个三轮马呢 也相对比较安全 他的G呢 手路足 你这个G8进六啊 对他就没有威胁 是不是 这也是正确下法 这两步棋呢 都是可以的 包括实战 这个马三退伍 回卧行马 这是一种特殊思路 他要准备打死G 是不是 将来又暗藏百中炮的 这种机会 这三步棋 是在当前对付五六炮啊 最为流行的三步 当然还有一些非流行的棋 我们也记录到课程里面了 像这个捕士啊 打G啊 G进一啊 这些棋呢 我们通过实战证明啊 不是特别理想 那看看这个实战 马三退伍啊 回马打G 这个地方呢 大家千万要注意 可不能随手走起 如果你要是 跳一步马不离 人家打死G 看到没有 你要就这个G 只能打僵对不对 你打僵 人家马又上去了 他总是有这么一招 灯炮打G 就得丢死 是吧 刚才我们摆武器报道 就说过这个问题 那另外这个红方呢 如果要是吃足逃G的话 吃 那这个G的位置呢 又容易被利用 是不是 他飞个像 你这个G在人家的河口啊 总是被攻击 你G是进还是退呢 进退都会遭到七路炮的攻击 平开只有两个点 平六呢 黑方就要上马了 又要拱足 一个G来回移动啊 总是感觉不舒服 是不是 如果平八呢 他可以回马 这部回马还暗藏足三进一的招数 打死G 对不对 这些都是小飞刀啊 是不是 所以说红旗这个吃毒呢 虽然说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不是特别理想吧 对吧 打中毒目前来看 是较为有利的一部棋 既可以解决这个打死G的问题 又可以得一个兵的实惠 将来呢 获取这个多兵之士 还要吃足 走到这儿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这个五六炮 是不是比武器炮阵型要协调啊 如果此时是武器炮的话 我的左马就无法正起 这个左马没有办法正起 跳边路就很弱了 这个正马是很厉害的 两不棋控制河口啊 是不是 就是随时可以铺马过河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 就能显现出这个五六炮啊 它具有一个稳中待攻的特点啊 那现在这个黑方炮二平五也是对的 他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窩心马 这窩心马的问题 你不解决 早晚要出事 是不是 比如说你要走个炮二平七之类的骑 拱冰 那我就正常飞个巷 你一会还得飞巷 甚至呢 我都有可能会走一步炮六进三 对吧 强行弃子给你震死 你都拿我没办法 你搞不好还得再回来 你不回来 一会中炮给你震死 你这窩心马出去就要输旗啊 是不是 所以说它这个旗要解决窩心马 只有两种方法 要么飞巷 要么摆中炮 可是黑旗呢 它少兵啊 这个旗它不利于持久战啊 它必须得反击才行啊 那它要想反击怎么办呢 它就只能摆中炮 架中炮 跳出窩心马 将来呢寄希望于这个雷弓炮 对红炮的中共啊 有所牵制 如果说你要是飞巷 那我就正常出子 对吧 你一跳马 我就顺势 足给你战掉 这样我这个反攻马 这行非常公文 并且又多两个兵的情况之下 发展时间长了 肯定是对红旗有利 是不是多兵嘛 平衡的局面下 谁多兵 谁站主动 所以炮平衡摆中炮 也可以说是当前局面下的一部官子 这登局是先手 我们必须得守一部 这个向呢 一定要飞左边的 比较灵活 不要飞右边的 飞右边的呢 它这个鞭炮啊 在这个边线啊 总是对我有威胁 虽然说目前来看 这个炮它不敢打 是不是 但是你不保证 它将来就敢打呀 它这个八度局 一旦伸到我的马旁边 就可以把足打掉 底线就会出问题 这会给我们留下巨大的隐患 所以要飞左向 这每一招每一事啊 都是有道理的 巨一平二 出直巨 这一部棋呢 倒是值得商榷的一部棋 从出子的理论上来看 它是正确的 正常出子嘛 是不是 当然这个地方 它有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窝心马得出去 它出不去啊 它挑这儿 我给它吃了 挑这儿 我给它压住了 还要浸泡穿它 对不对 它这个马必须得出去 可它出去 它怎么出呢 它又不能跳 所以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路变化 就是走巨一进二 这是一部随机应变的好棋 那巨一平二这部棋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呢 它的窝心马不好出 将来呢 就容易出问题 巨一进二什么思路呢 准备掩护窝心马 怎么掩护呢 比如说你跳马 出去抓你的炮 是不是 抓你不炮 不让你的马上去 迫使你捕试 然后再跳出窝心马 那么这个黑旗呢 它就害怕这个巨押 可现在这个押呢 就不行 你押 人家理都不理你 你敢吃吗 你吃打向一将 把巨抽了 是不是 它就会给你来一个雷弓炮 它的这个进攻的计划就能实现 打向打马 你要如果回马 再手下 再点一步二度巨 又要押向眼打马 你这马始终不敢动 而且这个马将来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从中路出去 那说明你这招压马是没有任何威力的 它就达到目的了 这就是起横距啊 它的一个思路 你要是不压马 那人家的马哗哗哗就往上跳了 它的子力非常活跃 是不是 又有雷弓炮的攻势 这个红旗啊 就有点不好控制了 这就是黑方 我们在课程中也给大家推荐了一招 起横距的这个思路 来对付红旗这种 打中兵的这种进攻方法 那红旗 它也有办法 它也不是说没办法 红旗一步关键题 就是起横距 不走不适 也不跳马 当你抓炮的时候 我用鞠去保 我不用适去保 那么这样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你要再跳马 我跟你压住 你就不存在打僵的棋 我就真的吃你 你摆雷弓炮 我就跟你吃了 吃白吃一个 而且这个鞠有根啊 随时可以平炮 是不是 那你要是再进去保 我这个六路炮还非常灵活 还可以往前伸进 摆中炮扣江 对不对 扣江闪你的鞠啊 这样黑鞋呢 反而不利 对不对 你要如果要是摆雷弓炮的话 这一会儿有可能还有炮流平息 这隐约有这种闪击战术啊 因为我的鞠有根我不怕你吃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起横鞠 可以起到一个随机应变的作用 双方呢 这个鞠可以说是有来有往 那这个课程呢 我们也是把它录下来了 录下来给大家说 说这个鞠怎么去攻的 双方都走对的情况下 红鞠呢 仍然可以保持先手 但这个先手呢 如果要是黑方走的比较好 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扩大 鞠一平二 出鞠 马八进鞠 这个地方啊黑方走了一股抽棋 其实出直鞠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问题是他让我一股棋 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 你一挑马我一压 你这马再回去 不等于没走棋吗 你没走棋 这终局让我连走两步 这能受得了 对不对 你再用鞠宝 我浸泡一穿 你还拿炮去保 那这一串子该怎么办呢 我最简单就把鞠给你一拼 你这三个人 你咋弄 你将来补试 我就拉炮 等你调整好了 那黄花菜都凉了 对不对 将来还得拆中炮 飞向 那我这中兵马全上去了 那就下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这不上马 可以说是本盘棋 这个败局的一个主要因素 正招是什么呢 应该是点击 点二路线 先控制住我的左马 别上去 是不是将来呢 再考虑把这个马怎么戳去 我得补一个试 是不是 只有补试才能上去 压住 保住 把马压住之后 再考虑炮九平七平一步 看能不能把马运上去 对不对 最起码这个棋 我俩马不活呀 是不是 这样下的话呢 作为黑方来讲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棋呢 红棋也不会怕黑棋 因为红棋这个棋 也是有棋的 一会儿杀足啊 是不是 炮六进三啊 炮六平七 炮六平五啊 他也有手段 但是这样下呢 可能变化会更复杂一些 不像他这个实战 很快就躺下了 是不是 实战中你让我两步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明显不行了 马五进七 一压 然后回去 马一跳 此马一出 那这个黑方压力巨大 马力进四 马力进七 到处攻击点位 是不是 你的进鞠拦不住了 这时候进鞠没用 全是帮忙 这一登兵 还暗藏马棋队伍 对吧 一抓炮得子上进 这个棋 他只能退居 关子 把炮一吃 吃 把马一吃 吃 平炮一打 只能平一步 打掉他 吃 只能进去抓 是不是 再鞠一平七 一打向 只能飞边向 将来呢 再走一个局七平八 或者是出一步持居 把马七掉 吃 这棋很快就取胜了 就算他把子吃过去 我们这个攻势 也是无法拦截的 对吧 这是比较顽强的棋 但是顽强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跟不上节奏了 这些棋呢 我们在那个 我有一个课程 就是我们的四号连接 五六号攻杀技巧里面 详细的记录了这些变化 终局演终呢 是记录了一些不太正确的棋 就是我们网上经常遇到的 这个捕士啊 起横距啊 非流行的棋 是不是 大家可以结合着我们的课程呢 逐步的把这个布局呢 学会其实这个五六炮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适合 他们的初中级棋手 稳中带攻 相比起这个激进中兵五九炮 更容易控制 并不是说你这个棋走得很 就一定能赢 你攻势猛 也势必会遭到对方的攒击 是不是 激进中兵这个棋是厉害 可是对手如果守得好的话 你也危险 对吧 这下棋是相对的 那对于咱们这个初中级棋手 要想更好的控制盘面的话 这个五六炮呢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这是中炮过河区阵势里面 它的一种阵势特点 好吧 希望大家能学会这一招啊 那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了吧 咱们今天这盘棋 也是说的够清楚了啊 几乎是一步一说 当然这个变化实在太多 我只能点到为止 是不是 大家看我的课程的话 可能会更加清楚一些啊 那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了啊 说大家想听棋的话 可以加个关注啊 刚才有一位大哥 给我送了一辆保时捷 大哥走了吗 感谢大哥的支持啊 咱们很多大哥 怎么送完礼物就走了呢 激进中兵 我们之前下过 但是最近下的很少 因为这个棋 我觉得怎么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我下这种棋 给大家传输这种东西 不牢阔 就是大家学会这些东西 你去下 你也不好控制 是不是 你不管我输赢也好 这个激进中兵他好控制嘛 除非你有深入的研究 是不是 或者说你的水平非常高 可以驾驭这个东西 那你去去走 我们一般都是考虑到 这个初中级棋手 因为这个五六号啊 他本身也是一种优性开局 很多大师 特级大师也在下 是不是 他每一种证实都有自己的特点 只是相对于咱们的 这个初中级棋手来讲 他更容易掌握 变化不是那么多 对吧 而且这些又非常公文 易于理解 只考虑到咱们的充足棋手 你学会这一招之后 对吧 你将来能有助于提升你的中局啊 你的布局不会乱走 中局也有助于提升啊 等你到一定水平了 你说我到神一了 是不是 我到九三了 我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再去驾驭那些有难度的东西 对不对 不来得及吗 什么时候不能学吗 先从简单的容易掌握的开始 然后逐步深入 你有什么水平 你就下什么棋 对不对 你要觉得自己的中局非常强大 研究都非常深 那你可以下一些这些比较激烈的棋 好吧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其实任何一种开局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那就再去驾驭 过来 null